在康熙一朝 有两个连历最为有名 一是于成龙 二是张伯行 于成龙被称为天下第一连历 而张伯行却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张伯行 顺治八年 1651年出生于河南一丰 金兰考 他自幼聪明好学 十三岁时就通读四书五经 康熙二十年 1681年 张伯行考中举人 四年后 中殿是三甲八十名 四童近世出身 康熙三十一年 1692年 受内阁中书 从此步入仕途 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 六月 以封城北大提 因遭洪水冲垮 张伯行招募民工 用口袋装土填堵 河道总督张鹏和 巡视黄河后 尚书推荐张伯行治理河务 康熙命他以员官衔 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 康熙四十二年 一七零三年 张伯行因治理黄河有功 受任山东几名道 当时正值在荒 他到任后立即开仓阵计 为此 山东不正式责备他独断专刑 要上书弹劾他 张伯行认为 仓骨为轻 明命为重 据理力争 最后不正式只好放弃了弹劾 康熙四十五年 一七零六年 康熙南巡时 赐予张伯行 不责安留的匾额 以事加价 不久 张伯行升任江苏案查室 按照官场救治 新任的官员 照例要给巡抚 总督等上次送礼 以事尊敬 然张伯行不仅饥饿如仇 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 而且敢于抵制上次的狠狠暴敛 正因为如此 张伯行受到了 以总督打理一伙人的 嫉恨和排挤 第二年正月 康熙地南巡到达江苏 预令总督和巡抚 举荐贤能的官员 但是 在举荐的名单中 竟无一人推荐张伯行 康熙地没有看到 张伯行的名字 就对总督 巡抚深赤道 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 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才 你们却不举荐 说完又转向张伯行 朕很了解你 他们不举荐你 朕举荐你 将来你要居官而善 做出些政计来 天下人就会知道 朕是明君 善是阴才 如谈赃王法 天下人便会笑证 不识善恶 康熙当场就破格提拔张伯行 为福建巡抚 并赐与联会宣游的贬额 在福建巡抚任上 张伯行上书强求免去台湾 凤山 侏罗三县 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 他见敖封书院 拿出自己的藏书 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 堪映成正义堂丛书 用来教育学生 他一恶扬善 造福百姓 使得全省风气大变 观清明月 康熙48年 1709年 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 适逢不证使一私工 应亏恐被总督咖里弹劾罢免 康熙派上书张鸿河查处 张伯行行文咖里 要求联名上书 被拒绝 不久 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 提出辞官 康熙没有允许 康熙50年 1711年 江苏相识发生舞弊案 副主考照进内外勾结串通 大肆舞弊 发榜时 苏州世子大华 康熙命张伯行 达里通户部尚书张鸿河 安徽巡抚梁士巡惠神此案 由于牵涉达里受贿五十万两 达里心中不安 他便找出张伯行的 所谓七条罪状上奏康熙 康熙地命二人都解职 后几次改派官员审理 竟然得出达里案中受贿 事属无告 张伯行应于彻职的结论 但康熙地坚信张伯行 为官亲政连结 于是夺去达里的官位 命张伯行复职 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有人以狂妄紫金的罪名 弹劾张伯行 但康熙地 还是认为他无罪可治 将他调到京城 留任南书房行走 不久 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 并兼任苍场侍郎 充当顺天府相识政考官 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 张伯行受为户部侍郎 又充当会是副考官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 张伯行奉旨赴千首页 康熙称赞他 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并赐予天下第一清官匾额 雍正元年 1723年 张伯行提升为理部上书 雍正弟子他里月明臣的匾额 雍正三年 1725年 2月16日 张伯行病逝 享年75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